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状 一旦出名随着而来的就是各种绯闻 大一哥如此 阿宝亦是如此 都是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草根明星 两人的发展却是大不相同 2011年 一位身穿军大一的农民 缓缓走上舞台 异曲过后应得满堂喝彩 而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大街小巷 朴实的外表让他受到一众人的喜欢 他的成功也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成名后的他为村修路 不管谁借钱他都借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老好人 却还是被周围的人恨之入骨 因为嫉妒而令人眼红 但是这并不耽误大一哥的火 从一年到现在 大一哥一直靠着热搜活跃在观众面前 和阿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都是草根明星 现如今已经看不到阿宝的身影 而这一切跟他的所作所为 离不开关系 头戴白色毛巾 神穿羊皮大衣 一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也是流传至今 原本他的成功之路也是一帆风顺 可坏就坏在 他一开始的初心是坏的 他说他是放牛娃 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音乐学习 都是在山上喊着唱 但是据网友了解到 他的家庭属于小康家庭 也接受过正规音乐的训练 而他之所以把自己包装成放羊娃 只是因为想要获取观众的同情 只是这一切还没有完全将他打下神坛 毕竟他还是有实力的 而真正让他掉下神坛的 是他开豪车炫富 并且和小自己很大的女生暧昧 这一系列让阿宝掉下神坛 以至于2015年后 阿宝就很少出现在观众的视线 也是因此他被骂吃软饭 因为他的媳妇现在是个淡货的大网红 即使阿宝不登台 维持生活还是可以的 大一哥的辉煌 阿宝的落魄 无疑不再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做人要脚踏实地 就比如凤凰传奇 曾经的凤凰传奇 可是输给阿宝的 但是现在的名气直接拧压阿宝 凭着一手最炫民族风 直接打开国际市场 简直是大爷大妈的最爱 到哪儿都能听见他们的歌声 而后来又有一个组合 和凤凰传奇旗鼓相当 这个组合就是后来的九月奇迹 他们是夫妻也是队友 一个叫做王小海 一个叫做王小伟 连名字都是天作之和 本来一开始两人也只是朋友 因为一场车祸 朋友变成夫妻 演出的路上突然遇到了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 受伤的王小海 第一时间去看王小伟有没有事 丝毫不管自己头上的伤 这个举动当时感动了王小伟 后来两人官宣结婚 由朋友变成了恋人 而他们共同努力后 名气也越来越大 只是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在婚后四年后 两人因性格不合选择离婚 九月不再有奇迹 而这个组合的名气 也因他们的离婚下降 凤凰传奇犹在 而九月却不再有奇迹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 第三组对比的草根歌手 就是王二妮和草帽姐了 一个放弃名和利 回乡下带娃 热度依旧 而一个哪怕做公益都会被骂 简直就是两极反转 那么两人都是出自农村 差别为什么会那么大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王二妮出生在很贫困的家庭 一出生就要承受家庭的重担 所以成年后的她 就独自出来打拼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在有了追求后的王二妮 就为梦想努力 所以她登上了星光大道 一亮嗓子就震惊了观众 从而获得粉丝无数 而草帽姐和王二妮的出身一样 但是与其不同的是 王二妮在红了之后 并没有飘 反而是脚弹实地的 没有借助绯闻炒作自己 还在最巅峰的时候放下鸣合力 选择回乡下 而草帽姐越红越飘 甚至还口出狂言 爆节目组的黑幕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一步步 把自己捉没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哪怕草帽姐一直活跃在观众视线 还没有隐退回乡的王二妮有名气 实力就是最好的见证 有不同意见的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